今天和网友们聊一聊中国跳水队的最新消息,聊一聊备受网友喜爱的全红禅。 众所周知,目前中国跳水队正在备战西安跳水世界杯赛事,全红禅也在努力刻苦训练,全力冲击总冠军。 对于广大的粉丝而言,能够在家门口欣赏到全红禅的水花消失数,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。 近期,中国跳水队的掌门人周济鸿指导宣布最新决定,公布了本次赛事的参赛名单和项目安排。 很多粉丝也是感到有些意外,有些心疼全红禅的处境。 根据媒体消息,本次赛事全红禅将会参加女子单人十米跳台和双人十米跳台的比赛。 而陈玉希将会领衔参加女子单人十米跳台、双人十米跳台、混合团体三个项目的比赛。 那就意味着全红禅将会无缘冲击本次赛事的三冠王,而陈玉希复出后就可以冲击三冠王。 很多粉丝还是感到有些不太公平。 众所周知,在柏林跳水世界杯上面,陈玉希因故缺席,周济鸿表示给部分队员休息和调整的时间。 然而现在最为重要的西安总决赛上面,周济鸿安排刚刚复出的陈玉希领衔参加三个项目的比赛,但是刚刚拿到冠军。 状态正佳的全红禅却只能参加两个项目的比赛。 值得注意的是,跳水世界杯赛事,陈玉希将会两次参加混合团体赛,而全红禅一次混合团体赛都没有参加。 众所周知,混合团体赛对于中国跳水队而言是稳拿金牌的一个项目。 那就意味着,陈玉希保底可以拿到双人十米跳台和混合团体赛两块金牌,还可以冲击单人十米跳台冠军。 而全红禅无缘混合团体赛,那就意味着失去了冲击三冠王的机会,不得不说陈玉希赢了。 对于广大的粉丝而言,更加希望看到全红禅参加混合团体赛,大家如何看待周记红指导的安排呢?